这年屡屡爆出柬埔寨打工诈骗案震惊台湾社会 虽然警政单位积极侦办营救受困台人 但是监察院调查了政府的救援过程 认为有瑕疵 因为住外管处从110年到111年5月 近一年半的时间接获了54件的通报求助案 却知道111年5月向民众示警 6月才召开了跨部会的会议 外交部没有意识到案件的严重性 也遭到监察委员通过纠正 海外求职却被诈骗沦为主宰 去年国人赴柬埔寨打工遭囚禁虐待案层出不穷 监察委员也出手调查 认定相关单位在救援过程有瑕疵 通过纠正外交部与高雄递检署 从3月引发争议之后还是警政署 外交部到5月他才开始意识到 要把案子转给其他工部门单位来做协助 所以我们说他的积极度跟敏感度不够 摊开救援过程 时间轴早在去年3月 警政署就受理第一起报案 当时网红Bump拍片 杠上外交部也引发关注 到了5月外交部对外示警 6月才召开跨部会会议 直到7月行政院专案会议 强化国内外预防宣导 及刑法追诉犯罪集团 但从110年到111年5月 近一年半时间外交部早接获 54件通报求助案 第一时间要求驻外管出协助外 外交部也积极与国内警政单位合作 循国际警政的管道协助 并无监察院所称 未意识到问题严重性 为积极救援的情形 至于高雄地检署则是因为未经查证 被监察委员纠正 直接揭露了一个根本不是这个当事人的一个影片 结果导致这个被害人还在柬埔寨 遭到中国籍的雇主更严重的虐打 高雄地检回应尊重调查结果 影片已有去识别化 应该无从特定或识别其身份 没有侵害他人权益之余 只是或许当时相关部会出手再快一步 就能让更多人逃离不法集团的残忍折磨 这是张一姐的台报导